下一個要介紹的東西叫做臭氧豆 臭氧豆是O3 李華老師有教過 三個養原子構成 然後呢它淡藍色有味道有毒 所以它是空氣污染物質 它如果在你的四周圍它是個壞東西 它會造成你身體的傷害 有知音性有毒性 它在你的四周圍是壞東西 它是空氣污染物質 OK 它很多空氣很髒 空氣很髒 OK 看它可以怎樣 吸收紫外線 所以在天上是好的東西 它幫我吸收紫外線 保護地球上的生物 保護地球上的生物 OK 臭氧 頭三流 然後呢大部分的臭氧都在平流層 平流層 平流層 其中有一段叫做臭氧層 臭氧層含量比較高 這是我看過的最誇張的 叫十五到四十公里 是我最見過最誇張的 大部分的書都寫二十到三十公里 含量最多我們稱為臭氧層 所以在天上有一個臭氧層 臭氧含量比較多 所以我這個多是相對值 不是絕對值 別人只有百分之零點一 我有百分之零點三 所以叫做多 可是也沒有很多 有沒有很多 OK 這樣子 OK 那麼有一個叫臭氧層 那這個臭氧層可以幫我幹嘛 吸收紫外線 然後過濾掉對生物有害的紫外線 但是我們發現在南極 春天十月的時候 臭氧含量特別的稀少 我們稱為臭氧洞 第一個 這件事情不只發生在南極 北極也有 還有一些緯度地方也有 但是南極我們首先發現 而且南極的現象比較明顯 比較明顯 第二個問題是春天十月 為什麼十月是春天啊 南半球 跟我們季節是相反的 所以春天十月 那為什麼這時候會特別稀薄 國中不交 國中不交臭氧怎麼形成 國中不交臭氧怎麼吸收紫外線 所以我也不能告訴他 為什麼就這個時候特別稀薄 這個稀薄 他就是春天十月的時候 會特別當晚會有一個動畫 可以看到 就這段時間會很稀薄 前後都沒有 還好 OK 就是照片 照片 最左上角是1970年 最右下角是1993年 如果越偏藍色這邊 就表示臭氧含量 越少 越少 就是所謂的臭氧洞 黑色表示沒有資料 沒有收集資料 沒有data 然後就是另外一張照片 左上角1980 右下角1991 也是要越偏藍色 表示臭氧含量 越少 臭氧洞 然後這個臭氧洞的 洞的照片 下面是一個動畫 它會從 那個 八月開始 一直跑到 十一月 然後你會 它那個偏藍色 偏紫色這邊的 就是有臭氧洞 然後會看到現在是八月二十五號 二十七、二十八號 它已經逐漸出來了 九月 臭氧洞就逐漸出現了 九月十八、十九 然後到了十月 進到十月份 很明顯的很大一個臭氧洞在這邊 然後可能進到十一月又不見 又沒有了 所以剛剛說每年春天十月的時候 所以 原因 國中不交 不用管它 這就是十月二十九號 三十號 三十號 所以十一月一號二十三號 它是越來越小 就沒有了 OK 所以就把前面的話 記住 每年春天十月的時候 南極暢空臭氧層的 臭氧含量稀少 稱為臭氧洞 臭氧洞 OK 那就是一個平均面積的東西 欸 這一年 二零零三 突然變得很小 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電又回來了 然後整個不同的算法 只是要告訴你一個不同的圖 但是顯示同樣的趨勢就是了 好 那如果你有臭氧洞 就會使得沒有人幫你去吸收紫外線 所以到達地面的紫外線的量會增加 所以我們人類得到皮膚癌或白內臟的機會會增加 然後呢 皮膚癌系統會受到破壞 然後植物容易有病變 好 浮油生物可能被傳染造成死翹翹了 浮油生物是最基本的生產者 那死翹翹了 整個整個食物業都會大亂 什麼都會壞 什麼都會壞 什麼都會大亂掉 生態器就會失衡 好 各位 這就是所謂的我們的臭氧洞可能會造成的一些危害 不會造成危害 各位知道就好了 所以 就記得每年春天十月的時候 南極上空 臭氧層的臭氧含量變得比較稀薄 我們稱為臭氧洞 有臭氧洞之後 到達地面的紫外線就會增加 這就是我們要跟各位所說的事情 OK